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藝 道法求真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Tes 当然还有我们的梁康林导导长 及三线师傅 多好 现在新的一年 又開始了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都很想 收拾一下自己的家裏 所有家私的風水位 很想知道怎樣擺放 所以事事順利呢 今集我知道兩位 會和我們的家庭觀眾分享一件事 是的 我們今集會重點一點 講解一下榴槤風水 對 榴槤風水其實很重要 今年好不好 或者有什麼不好的位置 會有什麼可以化解呢 今集就要留心一點 不如這樣吧 我帶了一幅圖來 因為有時就這樣說 大家都不知道 不清楚 這幅圖裏面 就有今年的榴槤風水的佈局 你們大家會看到 東 南 西 北 代表四個方向 是的 今年的太歲 其實就是會向東位 在三撒來說 其實就是會向西位 還有一些大利位的佈局 其實很多人都會關心一下太歲位 其實太歲位在東邊 是的 也都三撒 大利位在東邊 太歲位也是東邊 是的 因為它有一些會重疊 因為每一個方向 例如東邊 它都有三個山 因為八個卦裏面 一共有二十四個山 所以有些人說 我家屋的大門在東邊 好嗎 其實你只說一個東 這個方向 我們是不可以跟你說好與不好 因為單是一個東 都分了三格 很虛無 說得不清楚 所以太歲是兔子 兔子是叫做某 它是在東面 但是東面會有甲某穴 所以甲和穴 那個位置不是太歲位 只是某那個位置 才叫做太歲位 大家真的要好好參場 不要以為東面一定不好 是的 東面其實也很利 是的 大家還有一些位置要留意 其實就是五黃位 五黃位 五黃位 因為五黃位 其實在我們來說 是代表一個病符位 哦 如果今年五黃位 如果你的家大門是五黃位 或者你睡覺的床位是五黃位 其實今年很容易就會有病 如果我的五黃位 如果我的五黃位 和血缸 真的在我的床位置 是的 那我睡廳 你能睡廳就好 睡廁 是的 如果有人說沒有 我除了這床床 我已經不能搬 那怎麼辦 睡廁 可以化閘的 怎樣化閘 用什麼來化閘 例如刮葫蘆 是的 是的 我一說七光錢 是的 七光錢 那我下一集 真的要開個光線 是的 下一集我會帶七光錢和葫蘆 會介紹給大家 知道因為下一集 我們都會講 重點講一些神殺的星 是的 介紹一下 其實五黃位來說 都可以化閘 是的 徒弟不如我們來講一下 五黃的東西 也好 因為我都不太知道什麼是五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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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 師傅 我今年的三殺 我向正東那邊的門口 那我怎樣搞法 爬窗 找些什麼東西來去將它化閘 是 是 如果再以我們度假 或者娛樂 那些來計 都可以用麒麟 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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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麒麟 麒麟 不是麒麟 是麒麟 是麒麟 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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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算是五黃也好 病符位也好 我們一樣有五黃符 在我們道教來說 我們基本上都是會用 簡單一點的就是用符去代替一些擺錢 為什麼呢 你知道香港是串金尺圖的 還有一些位置未必是 你真的可以擺到麒麟 對不對 譬如說門口剛剛是三煞 那雙麒麟放到外面 怕被人拿了 或者有些人出入 經常踢到麒麟 所以在我們道教來說 其實我們最拿手的就是符 真的可以用符來代替? 是的 我們符就會把它摺到很小 放在利是封裡面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黏了一條符在門口 很害怕 因為香港很多門對門 人家對面那位住宅的人 人家未必喜歡一開門就看到你的符 他看到嘩 或者有誤會大家會吵架 你為什麼拿一條符斜著我 又會 變成就不太好 所以我們來講 就把它放在利是封裡 我們就黏在這裡 利是封印了一個福字 那會比較厚 大家看到他開門看到福 你開門又看到福 大家都會很開心 這樣也會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對 想得很周到 如果不是說兩條符 符其實不一定是沒有的東西 但可能很多人認識 但是人家不懂 對 有符一定有骯髒的東西 很害怕 對 例如你放一個八卦在自己門口 對面人家來說 有些人都不喜歡 真的不喜歡 被你看到都不喜歡 你先放一個八卦在這裡做什麼 你想斜著我 還是你想吸我的靈氣 才氣 不知道 好像我的毛招 你為什麼要找東西斜著我 對 所以我們用符來代替 就變得方便一點 簡單一點 我們還有什麼殺位 今年 五黃 是的 五黃 五黃在東 五黃又是東 如果你家裡 剛好坐著五黃位 就要小心一點 對 今年冬面是差一點 有太歲位 又有五黃位 對 今年來說 如果你自己的房子 根本就是冬面 是冬面 是冬面 坐東向西 或者坐西向東 今年這兩個宅 就比較麻煩 坐西向南可以嗎 坐西不會向南 坐西一定向東 對 為什麼 因為對 坐的意思是說我在這裡 坐南向 我向著門口 叫做向 對 但為什麼呢 西面來說 今年是三煞 所以 東面就是太歲 西面就是三煞 總之你家裡 坐西向東 或者坐東向西 都不是很多 對 今年都要留意一點 今年是租間屋住 不要回家 如果今天有一個宅 坐西向東 人家真的要很小心 對 因為它坐三煞 它不止 而且東面裡面 是即而靜而不即而凍的 是的 我回家看看我家是坐什麼 向什麼 特別是今年 如果這些坐西向東 或者坐東向西的住宅 盡量今年都不要動土裝修 是的 以靜制動 是不是師傅 因為這些煞 你一動身 裝修的話 那個煞就會更惡 是的 會更惡 等人生瘡 是的 等熟才好像擠狼 不熟你不要擠它 是的 否則越搞就越大件事 是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記住這件事 嗯 要記清楚這件事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 可以寫上來 我們 我們是問答信箱的 是的 你來問我來答 是的 以及上我們的網址 你們可以留下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教你怎樣發生 我可以回答你 我好像害怕我家裡的平面圖 其實可以的 如果你可以把你家裡的平面圖 就是傳到我們的網頁 你登附去留言的話 有圖 但當然有一件事需要 你要告訴我 你家裡的門向 如果不然我就開不了線 你坐什麼向什麼 最好就跟回24聲 我怎麼知道他坐什麼向什麼 我找一個指南針回去 是的 就是門口就是向什麼 我總之我對著門口 是的 或者這樣 我看看下集 如果有時間 我帶個指南針上來 很簡易地告訴大家 怎樣可以量到門向 其實我們是可以幫到大家的 很好 三思師傅 整套太歲符 三薩符 五黃符 我們整套可以配給大家 是的 那說了這麼多不好的東西 我相信每間屋 都會有好一點的位置 是的 文窗位 桃花王 是的 你知道我最喜歡聽這些 快點師傅快點講解一下 是的 我們看圖 好啊 好啊 其實今年那個文窗位 其實就在西南邊 西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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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利位就有很多 今年算不錯 正北 東北 和南邊 其實都是大利位 都幾多 是的 除了大利還有小利 其實今年不錯的 流年風水很多屋 都可以拿到大利位 我提到你們一個月的文窗位 文窗位 是的 文窗位在哪裡 是的 文窗位其實 西南位 西南位 但文窗位就有很多 我們現在說的西南位 只是今年流年的文窗位 是的 拿到文窗就比拿到文谷聲位 是的 文窗比文窗還好 如果西南位 廚房或廁所都很大 蹲在廁所讀書 那不用那麼嚴重 其實呢 除了這個流年的文窗位之外 其實每一間屋都會有自己本窄的文窗位 是的 那我怎麼知道本窄文窗在哪裡 那真的要你量度的座向來 我們幫你解釋 我們幫你解釋 是的 還有就說 咦不是 我本窄的文窗位 算完 都還是在廁所 怎麼辦呢 還在廁所 因為有些人的屋 有兩個廁所 三個廁所 真的在廁所 或者 都在一個士多房 那怎麼辦 都是士多房 溫室 都不要緊 師傅 捉人 對 還有一個 捉人 人 人的文窗位 每個人的本名 都有文窗位 對 本人的文窗位 哇 不會這麼巧三樣東西都去廁所 如果這麼巧三樣東西都去廁所 那沒辦法 你真的要坐在廁所讀書 天命所歸 那個不知多少萬分之一個機會 那你肯定讀得很好 你一定要在廁所讀 因為這樣都中到 對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 那真的 如果這樣都中過 不妨在廁所讀書 我覺得 其實我們找到文窗位之外 我們可以好好利用文窗位 文窗位是怎樣好好利用文窗位 對 譬如說 那個小朋友 剛巧那個位 是他讀書那個位 或者睡那個位 剛巧在文窗位 其實說 他來年來講 他的讀書運會好一點 即如果你睡 也會好一點 好的 因為你每個人 晚上休息的時間 作息就在床上 如果你的文窗位在那裡 其實你的頭腦會清醒一點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人有家 那些家具都可以活動 其實真的推一推 那些家具 有些這樣 有些人說 我讀書那張書桌 不是文窗位 不過我的飯桌 我也是飯桌 那去飯桌 溫書做功課 其實文窗位 我就可以講 補充一點點 好 因為小朋友 如果有讀書的人 其實 拿到文窗位 那個方向 目標 如果再加少許東西 那就更加好 可以加些什麼 師傅 以我們道教 最好來計的 就是四支筆 毛筆還是圓筆 四支筆 什麼筆 四支毛筆 毛筆 就是掛在文窗位 是不是那些一個床 有四支筆 對 在哪裡可以買到 書局 書局是有的 還有嗎 有的 有的 要不要幫他 真的要開墨廊 點了墨 新的掛在那裡 其實以前的人 會找些猛人 渣渣用一用 那可不可以叫師傅 幫我開閨節筆 有 可以開閨的 有的 其實我們有時 我們 信眾要求 以往我們的運作 道堂運作 就是說 也有很多善信 有些小朋友 在讀書 我們就會在文窗彈 那天 或者找一整天 我們就當跟他開學 他會不會帶來 對 帶小朋友來 那天文窗彈 那天 就拜神 祈福 然後再求文窗彈 回去 對 叫他們帶一支毛筆 那 祈完福之後 四支 然後祈完福之後 就給他們一些文窗彈 在那裡寫個字 對 叫做開北開學 讓文文大開 是 好像很好感 為什麼我小時候 媽媽沒有帶我這樣做 所以我讀書成績 就真的慢慢地了 當然 除了做這些儀式 其實我們都要教導小朋友 就要讓他明白 他為什麼要讀書 他都要勤力 不是你拜完文窗 文窗祖師都幫不了你 你都不去溫 真的幫幫你 幫個暈 只是說 當你真的肯認真去讀書的時候 好老實說 有些毛孕 讀完之後 到考試就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記得 腦子突然空白都有 有嗎 或者 好像我兩個小孩 他說媽媽 我一個答書考試這麼大答 我沒有可能能夠讀完 我說你自己盡力而為 那你肯讀 可能那一刻 祖師幫幫你 可能貼中了這些題 對 給你一些靈感 讓你可以讀對的題 我有一個小小的私人問題 現在很多讀完書出來的 他出來搞一些生意 通常 其實他那個寫字樓裡面 都可以找到文窗位 是的 即是初初你去說 他要搞生意 隔眼台門台 因為有些人 現在有很多 那些新一代青年裡面 他很喜歡幾個合起來 就搞個小小寫字樓 這個都要找他那個文窗位 其實做生意 都要文窗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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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文窗不單是小朋友讀書 其實做生意都很重要 頭腦要清醒 要清醒 還有你寫很多東西 這個文窗 他不只是讀書 他欺慮很大的 其實說了這麼多 一間屋最重要的風水位 其實在哪裏 會不會有這樣說 也有的 即是你開門進來 最重要 是的 最大利我那個位 最重要的那個位 是決定了這間屋的宅運 師傅 這個給你講解一下好些 其實一間屋裡面 天又天運 地又地運 人又人運 嗯 即是天地人要隔 當然要隔 天時地利人和 天運不好 可以借地運 地運不好 可以借人運 嗯 嗯 那你人運好 必須要做多些善事 來補自己人運 嗯 就可以補天地運不足 嗯 其實一間屋裡面 有幾個運 都代表人不同的運 是嗎 譬如說 風水說 在人門口 造也很重要 是嗎 造軍 是 如果造安得不好 人口不安寧 簡直是不安寧 是嗎 有病 是啊 病從口入 是啊 因為你始終那些食物 是由租住出來的 嗯 是 做到很多現在的 新生的建 落成的大廈裡面 他那個職屍 不會立刻跟你搞這件事 當然不會 職屍都不吃 很多會 爐頭和水喉 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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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那些財人不見得來 有人有病 是啊 又有喊殺 是啊 或者做頭對著那個 三千八個位 也都是不好的 或者有些人做對面那牆牆 弄一幅鏡也有 是 這樣就慘了 是啊 是啊 有一個家庭觀眾 他跟我們說 打來問我們 問我們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他叫他講完給我聽 原來我查了 他就說 原來做頭對髮鏡 我問他 你家裡有人是腸胃的 嗯 腸胃不好 如果再不去你 會搶樓 噢 這麼嚴重 很嚴重 我想最徹底的方法 就是封了它 你拆又很難 有時候 你拆也要搞前陣 是啊 不可以亂動土 不可以亂動 不可以亂動 遮住它可不可以 遮住它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你曾經遮好叉 現在黏一些紙下去 黏一些公仔 或者可以裝飾 現在很多都可以做 說真的我覺得這麼大的鏡 對著什麼位置都不是這樣 我覺得是最好 藏在櫃裡 拉出來要照四照 因為玻璃裏面 亦有好亦有不好 是否有些靈體會躲起來 其實是這樣的 玻璃裏面 以照著我們幾千年後來的玄學來說 玻璃 它亦有可以增人的魂 亦可以辟邪 亦可以造成屋裏面 人裏面有一種尼氣 尼氣即殺 是殺 當然了 玻璃 在這裏面 你會一加肥穀人 但如果你過於太多 你家裏面會有雪光之災 是不好的 即是說玻璃的位置 如果那年安得不好 安得好的 這樣便會好 即是在一個大利位 是的 或者是否對面玻璃 對著外面的位置好 是否可以將它帶入 你說這件事 是想一個小小的故事 即是限時間 我講小小 話說有多年裏面 尖沙咀在一個地方裏面 打對面 開食物館 是 做一些所謂的茶 食肆那些 對面那袋是很旺的 真的很旺 但對面這個 很冷清清 即是大家打對面 是的 兩間都是食肆 是的 就找個風箱來看 一看 那種風箱 就來看到 那種風箱裏面 是屬道家的 是我們正一派的 嗯 那看完之後 那個老實物 阿之虎 看到 即是為何人家那麼旺 那麼差 有些東西 同一條街在對面 還有一件事 它是很便宜 對面都不教人做 即是食物又不差 你明白 為什麼呢 旺開就有人排隊 我們上一集 有說過謝雲 是的 是謝雲 是的 有些時間可以 那個人就教他 原來對面 他那個位置 坐的關帝 坐得非常之好 哦 安了神 我們遲到他 說到財神 嗯嗯嗯 那個人沒有財神 嗯 他關帝裏面 屬於橫財 就行 正財就行 嗯 那就教那個 不要生氣的老闆 可能 門對門口 他說你在門口 對正正宗的位置 你掛一塊鏡 啊 將他請入屋 哈哈 將財神請入屋 就是你自己不用安 簡正時實 拆正阿子 嗯 開光 就借 借他的財過來這邊 啊 不用一個星期 嚇事雲來 啊 那對面那個人有沒有弱了 他不會的 不會 那就是大家都好 那就是一樓 流些過來而已 哦 都OK 那就好啊 一家淫而來 一家淫傷別人 自己又可以旺財 那他呢 就對一塊鏡 照放安爐 香爐 照放生果 照上香 那就是說 是將他的運 拉了過來 請個神良 那我們 我們 關帝爺爺 都 兩邊看賣 對 兩邊看賣 那所以呢 這件事 很多人 都不知道有這件事 嗯 都挺特別的 可以這樣借賣 真的好 但是這樣 但如果用正圖 當然好 但如果用正圖 就不好 嗯 所以大家都要很小心 留意這件事 很精神 當然 我想知道一件事 會不會有什麼桃花位呢 這間屋 有的 有 很關心你 可不可以講完 還有一點時間 桃花位通常有哪個位 桃花位裡面 屋裡面是有桃花位 但如果假指間 兩夫妻裡面 而你擺的桃花位 擺得不好 或者你擺的現在叫什麼 架枝花 就是那些假花 假花 那你擺了下去 你有沒有 你沒有水養 就不好 就是花瓶要擺的花 對 千萬不要擺假花 就能起淫 這集的時間 真的差不多 有機會再訪 這個風水的 學問 我發現說了 講不完 大家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上Facebook 或者可以來信來我們 再問一下我們 看看我們兩位師傅 如何解答你 好了 下集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香港正一天師度假協會 是政府認可的儲善機構 曾經參與很多社會上的慈善活動 探訪老人魚 舉辦獎者院 放生祈福法會 在上次的民村大地震 和台灣八百水災 我們也舉辦了贈災捐款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與 本會舉辦的慈善活動 或者想了解多些 道教的教理和精義 請上網瀏覽本會的網頁 或者你們也可以問事 本會會有專人為你們解答 我們的網頁是 www.zhengyi.org.hk 凡是迎面而來的事 其實都是你命裡應該有的事 如果你遇到不如意的事 或者遇到不合心意的人 你都要學會忍受 有如孔子在塵絕糧 而耶穌被釘十字架 佛祖被割枝 折體都是從來沒有懸導人 這些就是他們懂得真認命 如果你懂得真認命 才可以成道的 自古以來 只會人不會欺負人 但是天從來都是不會欺負人的 天降大任於人 往往就先無其筋骨 磨其二致 所以我們要學會練透人性 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親朋戚友中間去練 練成了就不怕會有碰撞 就有如瓷磚 如果經過火的宵煉 就可以成到金剛的硬度 那就不怕碰撞 但是如果你不可以練成金剛志的話 一遇到水瓷磚也都會化了 如果一個蠢的人受了人的侮辱 或者是被人罵 他不會認為是一種的好意 反而會去跟別人爭拗 這個就是他不明白 練品性之理 只要一個人懂得別人罵你 或者斥責你是一種好意 你懂得去忍受去明白 不去跟別人計較 這樣你就可以拿著你的金剛志 所以道教教化人性是一舊萬古的 如果想要明德就要聖元 如果想要聖元就要立志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會半途而廢了 三聖廟位於屯門青山灣 是香港著名景點之一 廟內同時供奉孔子、釋迦茅尼、老子三位聖人 所以叫三聖廟 而且更致力促進年青人的愛國心 章魚、色道、發揚光大 還在97年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是我們認識歷史文化和公眾祭祀必須得到的地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